北京时间1月15日凌晨 非洲杯在战多轮比赛 其中B组的两场比赛 塞内加尔与几内亚0比0战停 而马拉维则是2-1利克金8不韦 保留自己出现的希望 莫伦的比赛 非洲杯头号热门塞内加尔将被战马拉维 一旦输球大概率会被淘汰 在本次的非洲杯比赛中 FIFA排名第20位的塞内加尔被视为夺冠头号热门 然而由于病毒的感染 塞内加尔对内多名球员无法出战前两场比赛 其中包括切尔西门将门迪与纳布勒斯中尉库利巴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 塞内加尔只能依靠马内这名利物浦 身价8000瓦的巨星支撑着 首轮的比赛 塞内加尔面对弱旅 经巴布韦的过程相当艰难 他们依靠97分钟的点球绝杀 才勉强获得3分 而凌晨的比赛 他们林志玲与几内亚打停 原本的计划中 只要塞内加尔能够赢球 便可以锁定投名出现位置 单站停对手后 他们末轮只能去参加小组出现的生死战 在第三轮 塞内加尔的对手 是凌晨赢球的马拉维 谁赢球谁就一定可以获得一个出现资格 一旦塞内加尔输球 他们只能寄望几内亚输更大的比分 单后者出现输球的情况几率不大 凌晨与几内亚的比赛 马内一人显然是独目难支 在达满90分钟的情况下 马内只有一脚射门 全场36次出球 这绝对不是一名队内超级巨星该有的表现 如果说小组最后一轮队友无法站出来 那么塞内加尔的竞技 其实要打上一个问号 虽然贵为非洲区的传统球队 但塞内加尔历史上 还没有拿到过非洲杯的冠军 本次的比赛 马内等巨星 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征战赛事 目标只是为了国家队的荣誉 如果说塞内加尔无法从小组中突围 这相信会是本次非洲杯最大的暴冷 当然对于不少的利物浦球迷而言 他们心理上应该希望塞内加尔遭遇暴冷 在缺少马内与萨拉赫的情况下 英超竞旅近期的表现也是磕磕碰碰 少了这两名超级前锋 扎叔的球队也是进入了冬眠期 他们急需非洲双子星的回归